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截止收盘3374.38点 那么是涨了0.76% 生产指数方面是收报11264.27点 那么收报涨了1.6% 那么创业榜指方面是收报1889.84点 那么是涨了1.22% 那么上证50方面是截止收盘收报2692.08点 那么是涨了0.74% 那么看到两市今天的成交额方面是较节前的交易日呢 涨了1040.03亿元 那么是收报5383.73亿元 那么今天这个截止这个9月29号两市两榜方面余额是收报9657.02亿 那么带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影响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市场消息 那么主要是这个黄金周啊 市场方面的这个中国9月官方制造业指数 PMI呢 是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 那么是升至了这个52.4 那么前值51.7 那么是大幅超出了这个预期的51.6 那么这个其中啊 这个大型企业这个景气度是尤为恢复的比较快 那么从这个出口 从这个生产订单 还有这个生产指数方面都看到 这个供需方面是双双得到持续改善 那么新动能 产业结构改善方面呢 也是持续往上 那么也看到呢 说这个这次9月份这个PMI指数的造好呢 让之前这个8月份啊 我们这个工业的增加值回落 引起这个投资者担忧的这个情绪呢 是有所缓和 那么你看到早上这个股市也是直接高开 那么大盘也是穿过了 直接突破这个3400点 创下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刚刚提到这个官方PMI指数啊 虽然说是一个上好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比了一下 刚刚今天也这个财新的PMI 这个非服务业指数也出炉 那么对比一下呢 是在这个9月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离 那么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官方的制造业PMI呢 主要调查的这个对象呢 是全国范围的一些大中型企业 那么财新方面呢 主要是东部沿海的一些小型的企业 那么刚刚提到这个PMI方面呢 我们大型企业方面的指数呢 是提升 那么也说明这个官方PMI呢 会率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回测啊 对比过去PMI跟这个财新PMI呢 的背离情况之后呢 我们这个官方PMI是不久之后 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 那么主要是我们看到这个8月份呢 其实它的PMI跟这个工业增加值呢 也是出现一定的背离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供给侧改革之下呢 我们原料啊 这个产品价格比较高 那么到了下游呢 这个成本压力高呢 这个利润所谓的这个增加值呢 就会总体上有所下降 那么9月份呢 主要还是留意一下 接下来要出台这个 出的这个9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啊 能不能跟这个PMI9月份对得上 去做一个经济上扬的一个确认 那么我们看到虽然说刚刚提到这个财新PMI的背离呢 但是总体来上来看呢 还是处于这个50%的这个融合曲线以上 那么总体来看呢 中国这个9月份啊 目前现阶段这个经济都是一个稳中向好的一个态势 那第二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 比较大的信息呢 是关于这个央行啊 节前的时候 刚刚出这个定向降准方面呢 是指说自这个2018年起实施 那么将从原来的这个小农啦 还有这个中小企业啦 那么拓宽到这个 延伸到这个 支持双创的一个普惠金融方面的一个降准 那么存款准备金率呢 将可降低这个0.5%到1.5个百分点啦 那么以这个0.5个百分点为例的话呢 目前来说四大行是全部覆盖 那么我们中小行呢 也在90%以上的资产是 资产以上是得到了一个覆盖 那么市场普遍预计啊 这一次的降准呢 两年来的第一次降准呢 定向降准将会释放大约有7000亿这个人民币的一个流动性 那么给这个整个市场啊 得这个资金流动性情况的预期改善呢 也带来一定的利好消息 那么刚才提到是时隔两年的这个降准 但是这一次的降准呢 并非一个大水曼光式的一个降准 主要还是着力于这个整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有利于这个中小创企业 那么也是有利于在银行方面的一个信贷结构的优化 那么当然这个未来这个总体的一个金融去杠杆 这个仅平衡的资金面情况呢 将是在未来的四季度呢 应该是持续不变 毕竟这个18年起才实施 那么中间这个过渡期呢 预计这个资金面还是维持一个仅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三个呢 是关于这个我们国庆长假的时候呢 外围股市是普遍造好 那么看到这个美国啊 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呢 也是平平的创新高 那么港股方面呢 更是突创下了这个2015年来的一个高位 那么也是着不逼近2007年时候大时代的一个高位 那么最近呢 纷纷多家这个机构也是上调了我们这个中国啊 2017年这个GDP增速的一个预期 那么最新的这个世界银行是上调到了这个百分之6.7%的一个GDP的全年增速 那么这从一个基本面上来看呢 都是看好中国接下来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情况 那么具体看一下这个港股市场造好方面呢 我们看到做了一个统计这个国企假期方面呢 商天的交易日呢 恒生中止跟这个国企指数呢 是纷纷上扬 值得提的一个地方是这个恒生金融类方面呢 涨了4.29% 那么主要是内云银股板块呢 在这个降准的利好消息刺激之下呢 整个板块呈现一个利好上扬的一个态势 那么看一下今天这个A股板块方面一个轮动方面的情况 那么涨幅居前呢 主要是有家电啦 汽车啦 计算机 那么涨幅居后的是这个餐饮旅游 煤炭及这个国防军工方面 那么说一说 还是我们这个银行方 银行板块方面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定向降准方面是能够释放一个利好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大行是全覆盖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港股市场上 港股市场上这个几大这个四大银行 都是纷纷有不错的一个涨幅的表现 那么包括这个工商银行是三天 国庆假期是涨了10% 那么这个中国银行也有5.45%的一个表现 那么包括这个建设农业银行也纷纷录得这个4%以上的一个不错的涨幅表现 那么主要方面呢 我们看到说 从这个四大行的中报来看 他们这个之前一直这个缩小的一个进息差呀 是有一个持续改善 从这个 特别从这个二季度开始是有一个稍微扩张的一个情况 那么资产数 质数方面呢 是持续改善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从去年9月份开始 这个中国一直在推行这个金融去杠港呢 效果也是越来越显著 那么看到四大行财务情况是慢慢的变为一个改善的情况 那么中信这个银行板块呢 9月份是跌了2.15% 那么同期的这个沪深300却是涨了0.38个百分点 那我们看9月份其实这个银行板块是跑出一个大盘 那么有机会在这个降准的利好之下 结合本身基本面的改善呢 在这个商继度的整一个银行板块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 那么我们这里也看到说 这四大银行在这个17年16年中报业绩方面呢 扣非的规模净利方面同比增速是较这个去年同期呢 是有个不错的上涨 那么这里看到这个中英银行的涨幅有点大 那主要是因为去年啊 处置了一个这个南洋商业银行的一个股权收益 那么扣非了之后呢 扣非了之后呢 显得这个比例会比较大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中文银行啊 在这个去年提这个坏账拨备率方面是提的比较多 那么今年稍微会提的比较少 那么相对来说它这个净利方面呢是有所 增速会较其他银行更放大一些 但是呢 不得不提的是今天这个早盘 我们其实A股的这个四大银行股都是高开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但是收盘的时候呢 都是纷纷表现出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 那么也看到这个阴烛线也是冲高回落的一个一个态势 那么主要从技术面上来看 我们说这个市场方面呢 早上可能是大家一致性预期太过于看好 那么造成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跳空的表现 那么今天日内做一个回踩这个跳空的位置呢 银行板块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整 那么明天之后呢 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征 那么不得不提一下呢 风险方面我们要提示一下说 未来这个经济可能面临着下行 那么资产 银行资产呢也有可能会恶化 那么如果这个金融监管方面进一步收紧的话呢 那对于这个整个银行的表现将会带来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当然也是一个假设预期作为一个风险的提示 那么要提一提 最后是这个香港还有这个中资啊 我们说这个AH股的差价呢 向来是这个银行股方面 是这个 A股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溢价 那么可见到是自从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啊 这个溢价是慢慢的一个缩载 那么看到这个银行股方面这两天 香港方面银行股表现是有所回落 那么今天这个银行股 A股板块的一个个股表现 出现一个一日内的回调 那么也显得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 是需要关注这个商机度的月报 的这个季报出来之后呢 能不能表现出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表现 那第二个呢 要谈一谈这些上里 就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之后也跟大家这个介绍 这个5G概念板块 那么今天也是表现不错 这个中心通讯也是有录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 那么要补充的一个东西是关于这个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里面 2016年到这个2020年呢 我们是有一个对这个5G概念做了一个国家做了一个规划 那么是2016年呢 主要是5G关键技术的第一个阶段的试验 那么现在是2017年这个开展5G网络方面的第二阶段的一个测试了 那么刚刚这个工信部的这个相关的师长呢 就会说这个二阶段里面的主要内容 5G方面的一个技术性的东西已经是基本结束 那么后续呢 这个系统设备 芯片可能要瞄准这个5G的预伤用途 那么全面满足这个预伤用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 包括随着明年这个5G第一阶段的这个标准的确定呢 包括芯片呢 系统厂商等等一些 下游中端应用企业方面呢 将会陆续投入到5G的这个产业链生产中 那么将有机会带来一个这个关于5G方面的一个产业热潮 那么18年的话是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试验组网了 那么19年是启动整一个的5G网络建设 那么到2020年是要实现这个5G方面的一个商务服务 那么这个图呢 也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那么今天中心通讯呢 主要是属于这个提供给商大运营 电信运营商的这个5G运营设备方面的一个公司 那么明天的节目里面呢 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各国方面 这个中心通讯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跟大家看一下这个 今天这个上证中止方面的K线图的一个走势 那么看到早晨最后是一个跳开的 那么直接是创了一个近期的新高达到3410.17点 那么未来下方这个缺口呢 其实是有机会会回补的 那么但是今天这个交易量还是算一个比较不错的交易量 那么未来呢 在这个19大之前窗口期这个金融方面维稳的一个基调呢 我们是看好这个大盘是震荡上行的 那么预计这个震荡空间还是在这个3300点到3400点 那么中长期是看3500点 行 那最后呢 以上提到的时候 这个板块里面的个股呢 本人是均位取有的 那么更多关于这个板块个股方面的这个分享呢 将会在下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继续做一个探讨 那么今天以上是今天所有的节目内容 谢谢大家